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次方向 对不对 这是0次 Z的0次方 这Z的1次方 这Z的2次方 一直到后面 这Z的n次方 一直到无雄次方 现在我跟大家再介绍另外一种展开式 好 现在呢我们要讲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我们这一章啊 我们复述了第一个碰到最重要的一个定理 第一个 叫做流速定理 Residual Integration 流速的积分 当然我们今天讲不到 OK 我希望礼拜一啊 或下个礼拜三呢 我就可以讲到它 因为呢很多积分呢 我们上一次已经有讲过 好多积分啊 事实上你根本就不是在积它 你只是在判断 它到底在这里面是什么样的角色而已 你答案就跑出来了 对不对 但是有的没那么简单 有的没有那么简单 那我们就要注意一下 我们应该要怎么做 第一个要介绍叫Lauren Sirius 什么叫Lauren Sirius呢 它是一个比Taylor Taylor Sirius呢 还要general的一个Series 因为这个Series里面的 Taylor Sirius里面 所包含的只有Z的 或Z减到0的正翅膀 没有负的翅膀 负的翅膀是不是就刚好颠倒 变成跑在分母 对不对 那么我们要介绍这个Lauren Sirius OK 它指的是什么 它指的是有一个FZ呢 我可以写成这样 请大家看哦 第一个 N等于0到无穷大 AN Z减掉Z0的N次方 这个是什么 Taylor Sirius 但是我再加上一个东西 Submission N等于1到无穷大 BN Z减掉Z0的N次方 各位你看这两个 这个Series有什么差别呢 有什么差别 有个很大的差别 这个Series是收敛到哪边 在Z0有没有收敛 有啊 没有收敛你就 Expansion 没有办法Expansion 但是这个Expansion 就告诉我 Z在Z0的时候 分母要变成0 它是怎么样 发散的 OK 所以假如说有个函数FZ 你可以做这样的展开来 那么 它就可以秀出一些特别的特性 当然怎么样的函数 有这样子的函数呢 有什么样的函数 比如说这边好了 Sine的Z是 SineZ就等于这样子 这个你知道了 假设我问你 Z分之SineZ呢 等于什么 那它是不是跑出一个这个东西出来 Sine先把它分解了 再乘上Z的五四方分之一好了 那是不是有几项 就跑在分母的地方 相当于这个 展开来之后 的形式 跟当初讲 Tiler Series不太一样 它会有些在分母的地方 但是我们知道 分母为零的地方 它发散了 我们知道Tiler Series 当你一做完之后 你发觉 它是在某一个Disk里面 怎么样 收敛 我们刚才前面已经讲 它有三个收敛状态 第一个 就只有在Z0收敛 这是一种状况 对不对 第二个 它可以在一个Disk里面收敛 第三种状况 所有的地方都收敛 那么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代表什么意思 这个代表 它有个地方叫Z0 Z0旁边你划一圈 我们以Z0为中心 外面再划一圈 它告诉你 它收敛的范围 是在中间的地方 不再是一个Disk 它这个Annulus OK OK 那为什么呀 这种收敛的状况 我可以展开成这个样子呢 Why 它好厉害哦 它怎么知道 它可以这样子做 而且 AN等于什么 所以当你可以这样子做的时候 OK 而且呢 AN 就是刚刚 前面讲的 插掉了 二排 I分之一 那个积分 F Z star Z减到Z0的N加 Z star减到Z0的N加上1次方 DZ star BN会等于什么 BN会等于什么 2πI分之一的 F Z star减掉Z0的N加1次方 称上F Z star Z star Z star 它可以写成这样 当你可以这样展开来的 这个我们就叫做 Lauren Fury OK 为什么它一定是这个样子 而且呢 它将这个负的 这个项 这个叫做principle part 你说就很奇怪 那为什么不用正的 这一项 叫做主要的项 它反而用这个项 叫做主要的项 很明显 这一项就是我们到时候会做文章的地方 OK 等一下 其中B1的这一项 这个coefficient 我们给它一个名词 叫做 The residue of FZ at Z0 OK B1的这一项 B1等于什么东西 等于1-1 0次方 对不对 B1等于什么 2πi 1-1 0次方 它就变1了 哇 这个很好算啊 这个 我们有办法 根据我们先前所教的判断方式来积分它 它变得非常简单 OK 我想问大家一件事情 假设 这个 沉来这边 OK 假设我们把它沉进来 那我们看看怎么做 要是你要证明 你要怎么证明 你要证明它可以这个样子 你怎么证明 因为Tiler呢 这个证明我留给你们自己回家看 这个 用在这个地方 非常棒 说不定我们下次一起讲 通通把他讲完了 那我们怎么来 由Tiler展开式呢 来了解这边呢 你记不记得啊 以前高中的时候又 很容易考了议题的题目啊 其实也是蛮无聊的 他就是说啊 假设你有一颗球 里面的电荷均匀分布 但没有那么简单 他在这边呢 挖个洞 请求外面 或者是里面任何一点的电位 会不会 请求电荷均匀分布 这是个球 然后这边也挖个洞 请求这里面的电位 这边的电位 这边的电位 会不会算 对 我们怎么知道 这个洞怎么办 很简单 我假设它有两颗 一颗呢 实心的 带电 另外一颗实心 也带电 只不过这个正的 这个带负的 然后我把这个 用怎么样 重叠原理 重叠在这个位置 就变成它 对不对 这个会不会求 会啊 闭着眼睛 求都求出来 对不对 闭着眼睛就好了 这个呢 闭着眼睛 再说一只手起来 OK 都会做嘛 加的呢 加的太简单了 这是小学生的工作 对不对 答案就通通都跑出来了 我们这边也是用利用 类似的东西 我们可不可以这样子做 我把它想成 它两个东西组合而成 第一个 圆圈圈 它这样子积分 因为我们这边不是 都要积分吗 我积 逆时钟的方向 它在这里面 全部都可解析 另外 再找一个 也是这样积 它在这里面 都可解析 然后 我把它剪掉 对不对 只要它原心点重叠 我是不是就变成这样子了 我就从这个idea开始 我们就可以来证明 这个试试 它本身的可信性 它还有几个特点 OK 我想我下一次 一起来讲 像 咸